在股票报导的一个 在每年当中来说的话 就是说它的一个时间点 在5月到9月这中间 会出现一个蛮大的一个空窗期 那所谓的空窗期就是说 因为第一季的一个季报 是在一个4月底那时候会公布 那包括像一个就去年的年报 也在那个时候公布 那在第二季呢 就是说包括从5月份开始 一直到9月份 9月底这段时间 是要公布第二季的一些季报 就是半年报 那在这段时间 其实它的一个所谓 股票的一个就是讯息 一个获利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通常会出现一个真空期 那这段真空期当中呢 通常过去的经验 常常会是在大股东 他们会在这个地方 对一些讯息来说的话 可能会根据他们自己 所说的一些说法 而产生一些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 那这些报道来说的话 可能就比较 它的一个可信度 就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尤其在这段时间 因为没有一些 比较实际上的一些业绩报告出来 那包括像营收 当然是每个月公布 但是说有关于盈余获利 以及它业外收入这方面 或者说业外亏损的方面来说的话 这段时间就是 投资人比较不容易看到 真正的一些讯息 那不能看到真正讯息 通常就会造成说 在这段时间 会消息面比较充斥一点 而且会比较凌乱 那这段时间可能就会造成说 投资人在判断上面 会比较吃亏一点 而且会比较不容易去掌握到真正的讯息 那也我从过期的一些经验看 因为5月开始到9月这中间 刚好也是一个除权的一个旺季 那除权的旺季这中间 这当然就会夹带的会非常多的一些 有关于说 它一些公司的一些获利的成长的一些预估 或者说对于它的未来一个前景的一个表现 以及它的一个填权行情的一种预期这样子 那在这段时间可能就会造成说 可能很多投资人就会 掌握不到真正的一些讯息 所以在5月到9月这中间 一般来说我们过去的一个建议 就尽量在这个地方 对于媒体的信息特别需要小心一点 所谓特别需要小心就是说 因为说你掌握不到一些真正的一些讯息 而且也只是说 听着消息面在起舞 那这时候当然投资的一个风险 也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那也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也通常是由一些股价可以判断出来 就是说当在5月到9月这段时间的时候 大股东假说他们公司的一个营运 比较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它的股价会莫名其妙的一直往下跌 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一直到9月底 它整个半年报出现之后 才发觉说原来公司已经亏损了这么多 而且已经产生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说营业亏损或是一些业外的亏损 那这段时间可能投资人就说 等到真正消息出来的时候 反而都已经非常晚了这样子 那所以在5月这到9月这中间的一个操作策略呢 特别要注意一下媒体所报道的一些讯息 尽量说假设公司在这段时间 它的一些讯息特别多的时候 反而会要特别小心一点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段一个 所谓消息的一个真空期的时候呢 这方面的一些讯息都是比较没有根据 而且是比较根据大股东 它本身所释放出来的一些消息 那这些消息当然在多头市场的时候 可能对于就一个行情来说的话 当然是属于正面的 但假如在一个空头市场的时候 当它这些消息一直有很正面的消息出来 但是它的股价还是不涨 或是说它一直在往下跌的话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到它是不是上半年的一个业绩 并不是表现如预期般的一些理想 然后另外呢就是上半年报的一个公布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一般来说会在 从9月初到9月底这中间 会出现每一年的一个半年报 那半年报的公布呢 通常会决定的就是说 这家公司到底说 今年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大概从上半年大概可以知道的一些概括 那我们一般来说 在1月到3月的时候 通常是大股东会开始在预估 他们当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状况 也会在媒体上面有大幅的一些报道 那到了半年报之后呢 其实就等于是在交出一张成绩单出来了 就讲到这个成绩单并不是很理想 就是说好比说它讲到上半年 它预估本来是要赚5块钱 就到了半年报公布的时候 它赚不到1块钱 或是甚至更低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谨慎说 是不是表示说它今年1到3月的 那时候预估的一些东西 是有一些碰轰的嫌疑 那当然半年报出来之后呢 还是会有一些公司它会表示说 虽然上半年的一个达成率并不理想 但是它下半年认为说有机会去 就是说把达成率去赶上进度 但是我想这方面的讯息就要特别谨慎一点 因为一般来说假设说 它的上半年表现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的话 下半年要追赶当然就更困难 所以假设说它的一个半年报出来之后 跟上半年的一个达成率非常差的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投资人对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解读 就要比较偏于保守一点 而不应该说还是一直在有印象中留存的 就是说上半年它已经有预估多少的数字 然后认为说它今年一定会达成 假设会有留有这样的一个印象的话 当然对于就是说你在投资决策上面 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些风险